明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新闻 掌握两岸焦点新闻 就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NG受到台湾俗征武汉肺炎的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的影响之下 中国大陆的股市在2月以来 全球股市重挫的时候是历史上涨 不过最近是处于涨低互渐的 那么在台股方面持续两年多来站稳万点 在3月中跌破万点之后 最近又收复重回万点之上 台股剧烈震荡走势未来变化 有哪些观察面向 那么在疫情对经济产业冲击受创声中 企业能否挺住或后市看好 我们的投资人又应该怎么样呢 审慎盈盈呢 我们在今天访问财讯双周刊的 资深记者段施杰 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施杰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疫情之下全球闹股灾 我们就聚焦台股跌破万点 是不是也是主要受到美股重挫 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呢 对大家知道就是3月份 那个台股投资人 然后度过了非常惊慌的一个月 就是随着美国股市好几次大跌 然后史无前例的熔断了好几次 那台股也跟着就是向下 甚至跌破了十年线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说 随着这个各国政府 他们都大力推动这个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 然后像美股不但都已经 就是其实从底部反弹上来 很大一段 那包括台股也是又重新回到万点 那主要可能就是由于说 一方面是这个疫情呢 可能渐渐的就稍微趋缓的现象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各国 例如像美国啊 他货币政策跟财币政策都用上了 甚至是08年没有看到 而且反应速度非常快 因此呢让这个金融市场呢 又回到了比较正常的轨道上面 那么这样看来就是说 我们看到我们的台股 最近又重回万点之上 来看几个面向 比如说我们的走势 是不是根据欧美股市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目前看来 对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我觉得这段时间台股 跟着美股的盘面走 就是指数的那个涨跌 其实跟的是蛮近的 可能一方面是 毕竟就是外资 还是台股里面很大的一个族群 那他们当然会以美股的 这个洞见观瞻为这个方向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因为台湾 在这个防疫方面 其实守得很不错 相较于就是全世界各国来看 我们算是就是表现很好的 因此台股呢 也可以很快地回到万点之上 那么继续就叫这个 类股强势族群 大概大致上分布在哪些呢 我们最近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个股呢 涨跌互渐 就是包括可能就是 它的三月财报很不错的 那包括像一些防疫类族群的股票 就是大家一直很关注的 就是新闻上也会常常看到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长线上 仍然就是大家在注意的那个方向 例如说5G啊 然后各方面这些主群呢 都是比较受到大家青睐的 目前看来是多头真的情况吗 本来大家都觉得 好像已经步入空头了 但是瞬间呢 这个不但是美股长回来 然后台股也看起来非常的强势 那当然短线上 毕竟就是这么大一个跌幅 已经反弹了一定的程度 它可能不会这么快又继续往上 但是我想说盘整一段时间 然后再慢慢的 这样再继续走高的这个情况 是比较可能的 好 后续值得进一步的观察 另外一个观察面向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进一步观察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冲击之下 如果看到投资人 怎么样来看待眼中的基优股 过去如果说经济成长呢 预估是可期待的话 很多人都说在台湾的 一些投资人会觉得 基优股呢 手中持有的话 等着来发这个股息 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看起来 如果有一些长期投资的投资人 他们又怎么样来看待 他们眼中的基优股 这个是保值的吗 或怎么样来看呢 其实我们知道 存股是现在 好像就是台湾股市里面的 一个重心 包括像台股的高值利率 也都是连外资都很喜欢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尤其存股到底 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那一个当然就是利率 你可以想象 我们记得早年 台湾的利率甚至高达十几% 甚至是5% 9%以上 像利率这么高的时候 你当然不会想说要去存股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领利息都还要更好 但是近年来 其实随着利率一直走低 像美国这次甚至降到了0点多 那我们可以预见 就是像这种有高股息的 就是他能够每年稳定配发 那个现金股息的 一定又会再重新收到市场投资人的青睐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就你们所采访或接触了解的一些投资人 他们是不是也对这个开始信心不足 过去看这个本益比的 这个值利率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些思考 或者说来做观察 其实值利率仍然是台湾股市的主轴 尤其是现在利率这么低的水准之下 那我们还要观察说 他的那个获利是不是能够稳定 因为他要获利稳定 他有稳定的营收 他才能够来发放现金股息给股东 那如果说你投资一家 他可能没有稳定获利的工资的话 那当然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稳定的给你这些报酬 可是像现在这个疫情的干扰 恐怕可能半年也上火一年 那这样子的话 怎么样来看这种波动呢 来看这种波动的话 你可以有几个操作的方式 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人想反弹 不过当然因为现在指数 也已经回到一定的位置了 就是想反弹的人 可能也差不多满足获利了解 那如果说你从比较长线的观念来看的话 其实投资大师都告诉我们说 要逢低买进嘛 那其实在股市比较低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来买这些存股的标底的话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那不晓得要拉多久来观察了 因为如果说经济呢 开始持稳发展的话呢 可能要等这个疫苗 或者是有药物投入 所以如果就产业发展来看 有些人说传产股 其实还比较稳当一点 那现在如果来看这个传产股 过去我们来看 就是台湾的经济产业发展的话 也有几波分阶段来做一些观察 那现在来看传产股的话 必须要多久来做产业的体检 才会比较稳当一些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台股整个脉络 其实过去30年来 我们知道台股达到 12682高点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股票钱真的很好赚 所以企业也很大方发放 这个股票鼓励 那投资人也对于就是 能够拿到股票鼓励这件事情 觉得很开心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 2000年的网络泡沫 然后投资人开始意识到说 越来投资是有风险的 所以他们会更去 做这个风险控管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随着利率走低 然后越来越低的时候 投资人就开始注意到 公司到底会配发多少 那个现金股息 那再来化一方面是08年 员工分红配股费用化之后 很多电子业 他们就开始不配发 这个股票鼓励了 所以这些都让 就是投资人开始 对于存股这件事情 比较有感觉了 那当然如果说到了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这个金融的震荡 其实蛮大的 然后那定存 大家都有一个思维 怎么样打败定存 因为钱放在银行 实在利率太低了 所以呢 大家就会开始想说 要怎么样去找到 这些优质的标的 然后能够每年呢 有稳定的这个现金流回馈 然后是不是有一天呢 可以早点迈向财务自由 这样子 好 如何找到优质的标的呢 还有就是说 未来台股的表现 有哪些产业 我们可以乐观的期待呢 相关的焦点跟观察 我们再稍后再继续 请财讯双周刊的 资深记者段诗杰 就您的采访观察 来分享您的观点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有的时候我们以学历断定高下 有的时候我们用肤色区分他人 有的时候命运不是自己主宰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六点半到七点 就要听晚报与您聊新闻 谈生活 听故事 打破同温层 听见那一种声音 想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吗 如何从各个面向认识中国 央广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邀请专家学者 带您从国际 政治 历史 文化 或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2NG 我们节目持续聚焦在财经焦点 那么关注的是台股 受到这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么最近呢 各国都采取了旧市的一个做法 投资人怎么样来做最好的因应 还有审慎来做一些观察呢 财经双周刊的自身记者 段世界继续来谈您的采访观察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投资人如果存股的话 必须建立一些心态或思维 怎么样挑选 物质的标的呢 有哪些观察的面向 对 其实我们第一个 要怎么样来挑选 这个适合的存股标的 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它必须要简单易懂 然后具有持久性 而且不受景气影响 比如说有些电子股啊 对于一般听众朋友来说 可能门槛很高 因为不太容易理解 那你可能也看不到 它的工厂啊 供应链之类的 但是对于很多民生 消费必需品啊 像是娱乐主行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 眼见为凭 看得到的 比如说有的人 他投资买豆腐啊 然后或者是 投资保全股啊 或者垃圾废弃回收 这类的公司 那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豆腐卖的好不好 你可能去大卖场 看一看就知道啦 对不对 所以 另外一个不受景气影响 也很重要 比如说像老一辈的人 其实都很喜欢买中钢啊 台锁这种股票 但是其实你拉长时间来看 就会发现 这类的股票报酬率 反而不是很好 而且甚至它的获利 或者配息啊 它还是一直衰退的 那主要就是因为 它是景气循环的股票 那如果说你要能够 长期存股的话呢 那最好是能够 不要受到景气波动的影响 否则这个获利跟配息呢 也都会变化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最好这公司它有寡战 或者是垄断了市场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它就不怕对手的竞争啊 不怕被对手超越哦 像比如说台湾有些公司 像自来水啦 天然气啦 瓦斯公司啊 这些他们可能都是 独占独大的哦 就会是一种 比较保证赚钱的概念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要 稳定的配发现金股息哦 因为毕竟我们 一存股都存很多年嘛 那如果说你没有每年 配发这个现金股息给你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报得安心 那又怎么能够 回收这个报酬 所以如果说能够稳定配发现金股息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公司 它的体质还不错 那另外的话 当然包括负债少啦 负债要少嘛 这个概念我们很容易理解 那再来是极少的再投资需求 比如说现在很多电信公司 他们必须每年都要定期升级 这个基地台啊 系统设备嘛 他才能够一路从2G升级到5G哦 那其实这样花很多钱的状况之下 他就没有办法配很多钱给股东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要考虑的 那另外当然啊 就是稳定的股权结构 良好的公司治理啦 经营者等等 这些我们也是要考虑的 比如说大股东 他的持股很高 那表示他跟小股东 正在同一阵线嘛 那公司治理如果不好的公司 是根本就不值得长期投资的 好 非常谢谢 世界告诉我们 如果要存股的话 有这些观察的这个焦点 可以多做一些掌握 所以在疫情的时候 我常常会思考 就是说民以食为天 大概就食物类方面的话 应该比较稳健的了 好 我刚才提到一些产业 其实过去十年来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是持续发展的 刚刚提到有5G呢 是不是也是被看好的呢 如果我们来看短期台股的表现 当然可能还是要看疫情 是不是趋缓 不过长期来看 未来的产业发展 有哪些比较令人期待 那您怎么样来做观察呢 未来的产业 其实像科技股 当然也是一个重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国 什么股市里面 什么类股表现最好 大家可以看到 Amazon又创新高了 那像Netflix 因为最近大家都待在家里面 看电视 看手机 所以Netflix的股价也创新高 那其他包括像Apple 这些等等 他们的股价 又几乎已经离高点不远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状况来看 因为毕竟现在疫情冲击还很严重 就是这些公司 他们手上的现金也不少 那像台湾半导体产业 都是我们的优势 那像半导体产业的话 它也是现金很多 然后但是它又不需要 可能投入 就要花很多钱去设查 这类的公司 那未来它起来 都会起来的比较快 而且它也是一个常见的趋势 起来的速度会比较快 到底多快 不过看到这些数据不小的 会不会还要再等待 互相拉扯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重创各国经济 我们看到海内外很多经济 预测机构都出入他们的预测数据 像最新的国际货币基金IMF 就宣布大幅下修 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 从原先成长3% 调降到负3% 那么各国的经济成长的状况 都不是那么的令人乐观 像台湾经济成长率下修到负4% 中国大陆好的话 为止正成长达到1.2% 所以呢 各产业虽然有些类股是看好 不过在今年看起来 经济数据 经济成长的情况 并不是那么的被看好 是不是在今年台股表现 可能也会投下蛮多变数的 对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就是疫情看起来这么严峻 尤其是欧美国家 就是目前看起来是蛮可怕的 那为什么就是他们的股市 已经离底部很远了 然后可以一直涨 然后包括台股 能够走得这么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美国政府 他们迅速的反应 就是挽救这个流动性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为他们真的放了很多钱出来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在热钱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热钱也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可能最后他们 很多都还是会流到股市里面 那我们有点可以想象说 记得08、09年不是也放了很多钱 就是QE嘛 量化宽松放了很多钱出来 所以造成就是 像我们现在可以想象 像我们一个便当多少钱 可能10年前一个便当多少钱 现在一个便当多少钱 这个价格它已经有点回不去了 那其实股票上面 也是一样的情形 就是你再回去当年的那个股价 可能不太容易 因为就有点像那个通货膨胀的概念 你放了这么多钱出来 它就支撑住那个股价的价格 所以看起来要在大幅的下跌 可能机会不是那么高 就如果没有太可怕的状况出现的话 但是要这么快涨上去 可能也不一定是一股作气的 所以可能就是今年还是维持一个 盘间整理的状况 那台股是不是或多或少 也会受到一些牵动 像你刚刚提到 像美股或许会有一些热情 什么之类的 这部分我们投资人 是不是也要留意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其实只要看美股的走势 大概就可以 就是猜测台股未来的状况 你看美股在疫情 还这么严峻的状况下 它都可以走出一个新的格局 那相较之下就是台湾 其实我们在疫情做得很不错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股市表现 会比美国更差 应该也不太容易 好 那么面对这个疫情的影响 如果在做短线的投资 或长期投资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有哪些部分要特别留意 要提醒投资人的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投资人就是有一个很常见的习惯 就是可能做短线和做长线 你在做之前就要先想清楚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投资人 他可能需要抢反弹 但是抢反弹到最后套牢 他就变成长期存骨 其实这是不太正确的思维 因为毕竟你要存骨 跟你要抢反弹的标的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呢 存骨 因为我们知道越早存越早退休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尽早开始 然后尽早存钱 然后才有这个存骨的本钱 然后要有耐心 好 非常谢谢世界 您的提醒 投资人呢 要调整存骨必须建立的一些心态跟思维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做法 好 那么在武汉肺炎疫情 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之下呢 怎么样来看台股最近的走势变化 跟未来的可能的发展 那么投资人又该有哪些因素跟做法 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 财权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段时杰 那么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跟建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